这个恐龙轨道车玩具 我还是想通知大家一次 你们真的抓紧时间去入 毕竟别人都长了 我能维持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了 咱先不说别的 就说它这个小车动力真的牛 你看爬坡什么的都没问题 然后它还带着这些小恐龙 小树叶什么的 就这些微景观 你单独去买都很贵 再跟你们说这个轨道 它是可以自由拼接的 小朋友们在拼接的过程当中 就想象力动手能力都来了 就别说是孩子了 真的我都觉得我想玩半天